到三点多轻轨景文科大站旁车来车往 一辆白色休旅车缓缓靠边等待左转 不过绿灯都还没亮 它却突然向左闯入轨道 一旁轻轨列车根本刹车不急 直接撞了上去 此前安坑轻轨列车的车头侧群 被撞出长长一道刮痕 无法继续行驶 而休旅车车壳同样也受损 事发在25号下午三点多新北市新店 当时轻轨刚从景文科大站 准备前往更新安康院区时 疑似因为休旅车驾驶 没有注意到耗置状况违规左转 这才发生碰撞 而这也成了安康轻轨通车 75天以来的首起车祸 俗信整齐意外没有人员受伤 不过车辆受损情形 还得进一步详细检查 车楼车的四板的考虚 大概有点刮伤 这个部分还要再跟我们的保护厂商 去做一个协商 那个费用的部分 对此新北捷运公司回应 案发八分钟后 就立刻派车接驳乘客 全线已经恢复正常营运 后续将厘清肇事责任 再和驾驶请求赔偿 三立新闻将文贤赖新颖